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因为道家的人 他们到一定的时候 因缘成熟 他们又开始学起佛来了 由于天人的聪慧比较高 一学起佛来就比我们人类要快得太多太多 只能说是道家的本派学说 那是天人 也就是六道之一类之鉴 但是不能予以诽谤 人 众生是平等的 而且他们福报是比同事们高的 比人高 他们本是比凡夫大的 所以学佛的散会也比凡夫开得较快 很容易进入观照般若 文字般若 实相般若的境界 学起佛起来成就 了生托死就更快 虽然是如此 但在佛法的观点上来说 佛教的道理又说 人修行是最快的 神仙是最慢的 由于神仙享受福报过高 所以修起来很慢很慢 这个事情也有道理 原因何在呢 由于我们人世间的天数跟他们不同 说不定他们最高的天境 有的说一句话就要占取我们一年的时间 他一句话的时间就要占取我们一年 所以我们这个几十年比起他就非常之快 时间啊 是假利明为时 但总的天人的福报是胜过于我们人的福报的 我们人的时间呢 是短暂 但只要你能抓紧修持 就胜过天人的时间 天人有的是各把小时 一两个小时就是我们的一生 跟我们相比之下 他们的天愈高 他们的层次岁数愈长 主要是这么一个原因 其实时间的长短是毫无意义的 都是假利时分 比如他们高层的先人说一句话就占取我们一年来说吧 他说一千句就是人类的一千年 但对他来说也是很短的时间 他们开一场法会都要占取人类几千年 上万年 所以我说无意义 要真正了脱轮回时空 无时之分 那才是行人需要的啊 三界呢 就共二十八天并五去 无不是生老并死苦 凡夫呢 就迷起本性 贪恋三界 以苦为乐 凡是凡夫 凡是众生 天人也好 都贪恋三界 都贪恋三界的事情 以苦啊 就作为自己的快乐 不晓得那个乐就是苦 原觉之境 由圣观十二因缘了之无名一灭 就是说原觉辟之佛啊 他们的境界由于采取圣观十二因缘 予以入修体证 一当进入 就明白了只要无名一灭掉了以后 则行等十一之因俱灭 灭则无祸 无祸则无业 无业则无苦 依佛教法 发心断无名 这里正如我们今天刚才说的 只要你知道一切都是无名所至 那么马上 你把行为改下来 把它先灭了 灭了无名以后 自然就不存在有祸业了 无祸无业 无业则无苦了 就没有苦了 再依佛的教导 依上师根据佛法的开示 再发心把无名断掉 采取办法彻底断掉 大树连根拔 摘业寻知我不能 则为立根之上乘 讲到这里 我告诉同学们 我讲的佛法要大树连根拔 要把无名彻底斩断 其他的就一切斩断了 斩断了无名以后 自然我们就不摘业寻知 我们就直接扳倒的是树 只要你能扳倒这棵大树 你就是立根 就是好根气的好种子 故不可射偏锋 要从修行入手 不可望贪便宜 想要什么神通 什么本事 功夫 最终将会一无所获 必然落入邪见 不得成就解脱 功夫本事很重要 但要从行持中来 才是正路啊 才是正见正行所生之道立 故无名灭 则行等自然就灭 依之菩萨所教能了生死 依照到菩萨的教化 自然就能了生死 自出三界 就脱离轮回 脱离三界的束缚 能证涅槃 自证菩提 涅槃上面已经讲过了 无于依涅槃 有于依涅槃 无助大涅槃 就彻底正到 成就解脱的境界 而最后正入涅槃之境 涅槃必须建立在空性之中 一切有违法 了不可得 此时全知大用了 就正到了菩提的等位 于此则物诸相灭尽 到了这个境界以后 正到菩提了 一切现象你都会明白 自然灭尽 不但空其凡夫我之 而且断除二乘的法值 凡夫有我之 明白这个道理以后 就把凡夫的我之空了 二乘的法值同时也就断了 二乘罗汉境界的法值断除 故不知其有涅槃可证 到此明白这个道理以后啊 自然就会明白 连涅槃可证都没有 如此正境 则明了菩萨入生死 不畏生死附 就是菩萨在生死里头呢 有生有死 但是并不是生死 把他附住的 无附菩萨的功能所在 他是自由的 当然这里指的是大摩赫萨 菩萨不断习 为度众生雇 菩萨都有习气 会发气 骂人 教化人 批评人 喜纳人 表扬人等等习气 为众生说法 一切善巧方便 都是为了度众生 众生有病 即为菩萨病 那么凡是菩萨 都是大悲所显 提敏着众生 希望病都该自己受 所以众生有的病 就是菩萨自己的病 众生霍业造诸病 痛苦万壮 由于众生没有了脱生死 所以他们霍业所造的苦啊 全部都由他们自己背起 承受不了 别说霍业缠身 就是平常普通打击 他们都承受不了 因此他们痛苦万壮 菩萨丹他们的病就不同了 菩萨正道万法皆空的道理和实相 所以一切诸相本源幻化 无有千染 无所浊净而生其心 无上般若妙意 即本无生死可断 这里告诉 观世音菩萨正道的 无上般若的妙意 就是无生死可断 亦无涅槃可证 就是说 连生死都不需要去断 同学们啊 讲了半天 讲到最后就不断生死 不断生死不是就凡夫了吗 不对 你明白了道理 就知道无生死可断 信空之中 何有生死可断 亦无涅槃可证 信空本然清净 无始即是存在的 真空即是妙有 那么何来涅槃可证呢 只能事于幻化中 有生死痛苦 于信空则无医苦 故正圣则无生老病死苦等 处凡就会八苦交加 若要了悟各中三昧真去 必当按照佛陀教诫法 修行持三页相应 这里明确地告诉我们 如果说你要明白 无上般若妙意 即本无生死可断 亦无涅槃可证 若要了悟各中的三昧圣经 就是说 要明白这里面的奥妙 正道这个境界的话 那么你必须要依照 佛菩萨教导的行持 要三页相应 深口意三页 都得相应如法 依照上师所开示 你们的道理去做 否则就不会明白 这个道理 这里千万小心 我所指的上师 并不是那些 虚名贯头的上师 如果按照那些 不懂真法地的 所谓上师说的去做 你就彻底完蛋了 罪恶等着你的 把他说穿了 要依照我开示的一切行持 深口意 都去照着做 才会真正正到 无上般若的妙意 才会正到 无生死可断 无涅槃可证的道理和实相 有人正在想我是谁 我今天明说 我是谁不重要 重要的是 这堂说法证明了 谁才能有这个真谛之法 何况有一天 你们会清清楚楚地 知道我是谁 一切都要拿成就来说话的 你会清清楚的 一切都要拿成就岁了 我当然想要拿成就 你会清清楚的 你会清清楚的 那一切都要拿成就 我可以清清楚的 我可以清清楚了 我可以清清楚的 你会清清楚的